直到看见裴姐大清早起床给耶利熨烫校服后 我才发觉 与其说她把对方当芒内 不如说她把对方当女儿 新日在台上高贵冷艳的裴姐之所以肯化身成居家贤妻 完全是因为芒内耶利 芒内指的是一个组合离年纪最小的成员 而耶利不仅是芒内 还是在组合Red Velvet已经出道一年后才中途加入的新成员 正因如此比她大了8岁的队长裴朱炫对她尤为照顾 她会关心妹妹的身体健康 监督对方吃早餐 她也会耐心的给妹妹喂饭 还不忘细心的将其吹凉 她还会在妹妹摘不掉耳机时 及时上前帮她取下 看到芒内的发过歪了 她会一脸丑溺的帮对方整理 只要妹妹提一句口渴 她就会将水滴到嘴边 正因太过了解 所以当耶利在没那么喜欢的食物面前 假装兴奋时 裴姐也能一眼看穿 为了耶利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而这些凝结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也让裴姐争夺起了耶利的抚养权 不仅感叹 被这种妈妈系队长照顾的芒内 一定会很幸福吧 神友那仅用三秒 就让我明白了 大猩猩为何要让十五岁的她 凌微寿命 二零二年的年末舞台上 各个女爱豆都在使劲浑身解数 争其斗艳 但一几家的芒内 神友那却仅用一条低腰裤 便从百红中突出重围 在当天的KBS歌谣大助记上 她翻跳了前辈的性感舞曲 You Go Girl 还特意为此搭配了一件短款上衣 以及一条低腰牛仔裤 随着舞步的变动 她鲜细的腰身也令无数人心动 毫不夸张的讲 神友那的舞台表现力和唱跳实力 甚至超过了很多前辈 而这也是大猩猩当年力排众议 选择她的直接原因 将时间到回2018年8月 被JVP基于厚望的种子选手Somi 突然宣布出走 紧随其后的是一则 JVP的新女团将会胎死腹中的恶好 因为不少知情人士透露 JVP当时有个即将出道的新女团 也就是后来的一击 而Somi原本正是其中一员 组证这一说法的有两点 一是JVP有个惯例 会安排出道组的人去看师姐的演唱会 而Somi和剩下的一击成员 刚好被拍到去看了twice 二则是还网流出了一组 名为一击员成员的出道照 Somi赫然在列 就在大家猜测 这个团美丽人大将该何去何从时 大猩猩力排众议 从公司的儿童组练习生理 将年仅15岁的申友娜调入了一击出道组 最后让她在16岁就出了道 一开始所有人都断定 这么小实力肯定不咋样 可当这个小忙内战上舞台时 他们才知道偏禁有多害人 出道没多久 申友娜就用一头灵气十足的红发 给自己换来了小美人鱼的雅成 以及一支百万直拍 时至今日 这仍是韩全史上的初圈名场面之一 后生可谓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在沦为人人皆可被刺的靶子之前 她也是曾被十一个姐姐捧在手心里的盲内 二零二年年末 因表情观理过度而屡遭诟病的张元英 第一次因为一个表情而受到了赞美 当天她与在爱作爱时的前队友小樱花 一起从后方走出目光交汇的那一刹 两人不约而同的会心一笑 过去张元英如果笑评论区出现最多的词汇 是油腻假用力过猛 而这一次的评论区全都在夸她 自然又真诚 是问明明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做出的笑容却截然不同 或许是因为望向这个前队友的那一刻 张元英看到了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当年在S1时期 张元英是全团最小的妹妹 因为出道时只有14岁 所以各位姐姐看她就跟看宝宝一样 那时的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啃学米饼 啃鸡腿 现在的她就算炸鸡可乐摆在面前 她也全程不会碰一口 那时的她也会肆无忌惮地连在姐姐们身上 现在的她成那个照顾妹妹的姐姐 那时的她还会做各种古灵精怪的小表情 现在却只剩精致标准的公式化笑容 我想这不叫变虚伪而叫成长的必经之路 只是不知道小元在对心忙内说这番话时 有没有回想起那段永远无法倒流的岁月呢 这个女性认为了 最近一生认为了小元的意思 小元的意思是重远 小元的意思是 她像一个人这样做的意思 小元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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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的意思是